热烈的掌声欢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同志和七一勋章获得者入场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中央总书记者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七一勋章颁寿仪式 现在开始 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央书记处书记 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主任 王沪宁同志主持一事 同志们 朋友们 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举行 庆祝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七一勋章颁寿仪式 出席今天仪式的友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同志 出席仪式的含有 在京党和国家其他有关领导同志 中央军委委员 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 和北京市负责同志 七勋章获得者及其亲属代表 所在单位代表 全国两勇一线表彰对象代表 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 光荣在党五十年纪念账获得者代表 和老党员老干部代表等 请全体起立 咒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咒唱中华人民共和国歌 咒唱中华人民共和国歌 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 2021年6月29日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一百周年 一百年来 我们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 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为实现民主独立 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 人民幸福皆续奋斗 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 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创造了中华民族发展史 人类社会进步史上的伟大奇迹 党在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 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脱贫攻坚战 取得全面胜利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取得伟大历史性成就 开启了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 在一百年波澜壮阔的历史精神中 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 顽强拼搏 不懈奋斗 涌现出一大批 英勇牺牲的革命烈士 一大批使之进取的英雄人物 一大批望我奉献的先进模范 为了隆重表彰 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 为党和人民事业 一辈子孜之以求 默默奉献 贡献突出品德高尚的功勋模范党员 激励全党 坚守初心使命 忠诚干净担当 党中央决定 受于马毛姐 王书茂 王战三 王兰花 爱爱国 时光莹 吕其明 亭巴特尔 刘贵金 申景坤 买买提加乌迈尔 李红塔 吴天一 新玉林 张贵梅 陆元九 陈红军 林丹 卓卡 周永开 财云正 郭瑞祥 黄大发 黄文秀 黄宝妹 崔道直 蓝天野 卫德友 瞿独一同志 七一 勋章 这次表彰的七一 勋章获得者 是我们党各个时期 各条战线 党员的接触代表 他们信仰坚定 对党忠诚 使之不欲 为党和人民事业奉献一切 他们践行终止 为人民根本利益和美好生活 欧心力血 拼搏奋战 他们勤勉务实 不论在什么岗位 都忘我工作 奋发有为 成就非凡功绩 他们不怕牺牲 保持革命者大无畏的战斗精神 危难时刻 挺身而出 用生命践行使命 赢得全党全社会 广泛战域 当前 我国正处于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 党中央号召 全党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以七一新章获得者为榜样 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 更加紧密地团结在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耿训共产党人的精神血脉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永不懈怠一往无前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现在 礼宾护兽七一新章路上 正不走 新的大小如 请中国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同志 向七勋章获得者颁受勋章 马毛姐 一等渡江功臣 在渡江战役中 手臂重弹依然咬牙坚持 六次横渡长江 运送三批解放军成功登岸 是闻名全国的渡江英雄 一生淡薄名利 默默为党工作 三批解放军成功 三批解放军成功 王淑茂 为国护海的模范 参与多项国家重大涉海工作 在南海维权斗争中冲锋在前 不怕牺牲寸步不让 为为我国领海主权和海洋权益 做出杰出贡献 王淑珊 战功赫赫的百战老兵 志愿军二级战斗英雄 在解放战争 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和中越边境自卫环机作战中 出生入死英勇杀敌 一生情细国防事业 永保革命军人本色 一生情细国防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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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兰花 群众心中的活雷锋 把解决社区居民的操心事 烦心事 揪心事 作为毕生事业 十多年如一日 坚持志愿服务 是奉献社会 服务群众的 千锋楷模 奉献社会 爱爱国 工匠精神的杰出代表 在汉宫岗位奉献五十多年 精益求精 追求卓越 勇于自主创新 攻克了数百项技术难关 成为一身绝技的汉奸行业 领军人 石光银 石光银 自杀造林事业的模范代表 四十多年 坚持与荒杀 简单不需抗争 创造自杀与致富 相结合的新模式 为彻底改变 毛素沙漠南源 杀尽人退 恶劣环境 做出杰出贡献 吕奇鸣 著名作曲家 一生坚持歌颂党 歌颂祖国 歌颂人民 创作的红旗颂 谈起我心爱的土琵琶等 大量红色经典作品 深受人民群众喜爱 平巴特尔 扎根牧区苦干实干的楷模 投身边疆牧区建设四十多年 探索出保护生态 发展经济 促进增收新路子 使当地牧民生活 发生积极变化 刘贵金 对非外交工作的坚守者 耕耘者 克服困难 常驻非洲国家 在传承中非友谊 深化中非合作中 担当作为 亲情奉献 为促进中非友好 做出杰出贡献 买买提江 吴买尔 推动民族团结进步的模范代表 先后担任村之书三十多年 旗帜鲜明反对民族分裂 坚定不移维护社会稳定 面对威胁挺身而出 有力捍卫社会和谐安定 李红塔 共产党人革命传统 优良家风的传承人 始终艰苦朴素 严于律己 在每个岗位上 都践行党的根本宗旨 当好人民秦务员 树立了党员领导干部 忠诚干净担当的典范 吴天一 高原医学事业的开拓者 从事高原医学研究五十多年 提出高原病防治救治 国际标准 诊疗救治 藏族群众上万名 被称为生命的保护神 张贵梅 点亮乡村女孩 人生梦想的优秀人民教师 推动创办了 面向贫困山区女孩的 免费女子高中 帮助近两千名 贫困山区女孩 圆了大学梦 拖着病体 忘我工作 坚持用红色基因 数人助魂 被孩子们亲切地称为 张妈妈 贫困山区女孩 林丹 社区工作者的杰出代表 扎根社区四十多年 创新社区治理模式 当好党的传声筒 群众的服务员 把党的工作 做到群众 亲坎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卓噶 爱国守边精神的传承者 秉持家世玉脉 博世中国的坚定信念 几十年如一日 在玄域高原 为守边固边忠诚奉献 践行了 再苦再累 也要守好祖国每一寸土地的誓言 谢谢大家 周永开 一生忠于党赤诚为人民 解放前冒着生命危险从事地下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全心全意为百姓造福 离休后带领群众护林造林 被亲切地称为周老革命 郭瑞祥 始至坚守初心的红军老战士 十六岁投身革命 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战火洗礼 离休后生活简朴 始终保持老红军的政治粉色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黄大发 一心为民艰苦奋斗的当代渔工 带领群众历经三十多年 在绝壁上开凿生命渠 用实干兑现 水过不去 拿命来扑的誓言 为当地群众脱贫致富 做出杰出贡献 黄宝妹 新中国纺织工人的优秀代表 为实现全国人民穿好衣的梦想 在平凡岗位干出了不平凡业绩 坚持发光发热 是退而不休的老劳魔 崔道直 著名刑真技术专家 参与办理1200余起重特大案件 疑难痕迹检验鉴定 无一差错 在本职岗位上攻坚克难 拼搏奉献 是新时代公安弹警的楷模 拼搏奉献 蓝天野 著名戏剧表演艺术家 毕生致力于人民文艺事业 七十年来 先后出演或导演 茶馆家等数十部经典文艺作品 得意双心 为中国话剧艺术繁荣发展 做出杰出贡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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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展 为得有兵团精神的典型代表 五十多年如一日 在环境恶劣的萨尔布拉克草原 寻边户边 总行程二十多万公里 奉献全部青春守护边境安宁 被誉为边境线上的活戒碑 请全体起立 让我们再次用热烈的掌声 向七一勋章获得者致以崇高敬意 少先队员 向七一勋章获得者献花 下官 赢宝恶恶 六十一勋章获得来了 再次用热烈的掌声 你看点isiej 请坐下 请七一勋章获得者张贵梅同志发言 尊敬的习近平总书记 各位领导同志们 大家好 我叫张贵梅 是一名普通的人民教师 习近平总书记 将代表党内最高荣誉的七一勋章 授予我们29名同志 这份光荣属于奋战在各条战线上的 每一名共产党员 请允许我代表今天受到表彰的同志们 感谢党中央对我们的充分肯定 感谢广大党员群众 对我们的支持和信任 46年前 我从东北到云南之边 成为一名教师 在无数次的家访中 看着一个个三区女孩 因贫困失学 我心痛得无法呼吸 我体会到一个受教育的女性 能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改变三代人的命运 于是我决心创办 免费女子高中 典量贫困地区孩子们的梦想 在党的关怀和社会各界的支持下 华平儿童之家 学校党员向着党旗保证 革命传统立校 我们在学生心中 深埋一颗颗红色的种子 帮他们系好人生 避一粒扣子 引照他们做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 学生们 远方有灯 脚下有路 眼前有光 在三沟沟里 也能看到外面精彩的世界 看到美好的未来 有人问我 为什么做这些 其中 有我对这片土地的感恩和感情 更多的 则是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和使命 小说红颜和歌剧将解 是我心中的经典 我最爱唱的是红眉战 受革命先烈影响 受党教育多年 我把党的声誉 看得很重 把共产党员这个称号 看得很重 我们所做的一切 不过是许多共产党员 每天正在做的事情 而党和人民 却给了我们 如此 从高的荣誉 带着这枚 沉甸甸的寻章 我受到了莫大的鼓舞 习近平总书记说 增途漫漫 威有奋斗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 我就要站在讲台上 倾尽全力 奉献所有 九始亦无悔 党的百年华诞 即将到来 衷心祝愿 我们伟大的党 青春永驻 伟大的祖国 繁荣富强 伟大的人民 幸福安康 谢谢大家 请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同志 发表重要讲话 同志们 今天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一百周年之际 我们在这里 隆重举行仪式 将党内最高荣誉 授予为党和人民 做出杰出贡献的 共产党员 首先 我代表党中央 向七寻章获得者 表示热烈的祝贺 致以崇高的敬意 一百年来 我们党 始至践行 初心使命 团结带领人民 开辟了伟大道路 建立了伟大工业 铸就了伟大精神 积累了 宝贵经验 在中华民族发展史 和人类社会进步史上 写下了壮丽篇章 一百年来 一代又一代 中国共产党人 为了赢得民族独立 和人民解放 实现国家富强 和人民幸福 前赴后继 欲血奋战 艰苦奋斗 无私奉献 谱写了 契吞山河的英雄壮歌 今天受到表彰的七寻章获得者 就是各条战线 党员中的杰出代表 在他们身上 生动体现了 中国共产党人 坚定信念 践行宗旨 拼搏奉献 连接奉公的 高尚品质 和崇高精神 坚定信念 就是坚持不忘初心 不宜其志 以坚忍执着的理想信念 以对党和人民的赤胆忠心 把对党和人民的忠诚和热爱 牢记在心目中 落实在行动上 为党和人民事业 奉献自己的一切 乃至宝贵生命 为党的理想信念 顽强奋斗 不懈奋斗 心中有理想 脚下有力量 全党同志 都要把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对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信念 作为逼生追求 永远 信党 爱党 为党 在各自岗位上 顽强拼搏 不断把为 冲高理想奋斗的实践 推向前进 建行宗旨 就是对人民 饱含深情 心中 装着人民 工作 为了人民 想群 想群众之所想 疾群众之所疾 解群众之所难 密切联系群众 坚定依靠群众 一心一意 为老百姓造福 以为民造福的实际行动 诠释 共产党人 我将无我 不负人民的 崇高情怀 江山就是人民 人民 人民就是江山 全党同志 都要坚持人民立场 人民至上 坚持不懈 为群众 办实事 办好事 始终保持 同人民群众的 泄弱联系 拼搏奉献 就是把 许党报国 屡职尽责 作为人生目标 不畏艰险 敢于牺牲 苦干实干 不屈不脑 充分展示了 共产党人 无私无味的奉献精神 和坚忍不拔的 斗争精神 越是伟大的事业 越是充满挑战 越需要 知重 负重 全党同志 都要保持 越是艰险 越向前的 英勇气感 保持 赶叫日月 换新天的 昂扬斗志 埋头苦干 攻坚 克难 努力创造 无愧于党 无愧于人民 无愧于 时代的业绩 连接奉公 就是保持 共产党人 艰苦朴素 功耳忘思的 光荣传统 从不以功臣自居 不计较 个人得失 不贪图享受 守纪律 讲规矩 生动体现了 共产党人应有的 道德风范 共产党人 拥有人格力量 才能赢得民心 全党同志 都要明大德 守公德 严私德 清清白白做人 干干净净做事 做到客己奉公 以解修身 拥抱清正连接的 政治本色 七一寻章获得者 都来自人民 直根人民 是立足本质 默默奉献的 平凡英雄 他们的世纪 可学 可做 他们的精神 可追 可及 他们用行动证明 只要坚定理想信念 坚定奋斗意志 坚定恒心 韧静 平常时候 看得出来 关键 关键时刻 站得出来 危难关头 豁得出来 每名党员 都能够在 民族复兴的伟业中 为党和人民 建功立业 建功立业 同志们 新时代 是需要英雄 并一定能够产生英雄的时代 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 要始终成为时代先锋 民族脊梁 党员队伍 必须过硬 希望受到表彰的同志 珍惜荣誉 发扬成绩 争取更大光荣 各级党组织 要从工作和生活上 关心爱护 公寻党员 大力宣传 西医寻章的获得者的 感人事迹 和崇高品德 在全党全社会 形成崇尚先进 见贤思奇的浓厚氛围 激励广大党员 干部 牢记党的性质 宗旨 牢记党的初心使命 不懈奋斗 永远奋斗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 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奋勇前进 欢售仪式到此结束 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 欢送习近平总书记等领导同志 和七一勋章获得者 前往合影现场 感谢您的观看 感谢观看